GT225 厲害了我的那 雖然這一台呢 有很多的媒體都已經試駕過 那為什麼T卡會這麼晚才試到 其實其中沒有什麼複雜的原因 就是因為大家都搶著試 那有人先有人後而已 那我們這次的試駕呢 當然也是沒有業配的 這是說實話實說 它的好我們一定會大力吹捧 它的不好我們也不會休於隱藏 那現在呢 就跟我一起來看一下這台 全新改款的納智捷S5 GT225 其實我們可以先從外觀上面來看 這一台S5 GT225呢 其實它整體的外觀跟上一代的S5呢 其實是大同小異的 那這點是比較可惜一點 畢竟很多的車友會希望說 改款的話會不會在外觀上再做一些進化 那這一次呢 只是在這個小幅度的地方做修正而已 先從我們車頭開始來看 看到這個很大的這個水箱護照呢 其實就可以看到 其實跟某一排也是Logo 是L型的車廠一樣 它這是做一個非常大的 一個非常誇張的水箱護照的造型 不過這一次呢 透過的是一些亮黑的飾板 然後還有網格狀的這個飾板呢 來呈現它比上一代 有著更好的一點的質感 那另外的部分呢 我們現在來看到的話是大燈的部分 其實大燈一樣是HID 那利用的是這個LED的導光條 其實是說真的 其實跟上一代都是一模一樣的 那方向燈的部分呢 也是LED 比較可惜的是說 我們沒有看到一些新的這個樣式 那另外呢 我們可以看到這台車身的整個塗裝呢 都是以紅黑配色 那這紅黑配色主要是S5 GT25的這個主要的配色 那要展現的是它的這個整體的這個靜忌氛圍 那麼現在我們來看看一下 其實還有一個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是在它的引擎蓋上面呢 引擎蓋上面呢 會有兩個這個透氣孔 其實呢它這個主要呢 是要讓有更多的空氣進去呢 幫助引擎散熱 這個不是引擎的吸氣孔 主要是來幫助引擎散熱 那現在呢 我們就來打開一下這個引擎蓋 看一下這一台車的引擎 稍等我一下 OK我們可以看到這台S5 GT5 225的引擎呢 它是一個搭載了直煉四缸 雙窩流單窩輪的汽油增壓引擎 雙窩流單窩輪的汽油增壓引擎 那最大的馬力呢 是225匹 那就是跟它的車型的型號是一樣的 在5200轉的時候可以產生 那它的正確的排氣量其實是1798cc 1798cc 所以它是1.8升的這個 稅金級距 以下的稅金級距 那最大的扭力呢 是33.6公斤米 在2000轉的時候就可以爆發 不過比較特別的是說 它呢有一個很廣域的這個扭力平原 這個扭力平原呢 在2100轉到4500轉都能夠爆發 這個31.6公斤米的扭力 那這一個轉速區域呢 也是我們一般在駕駛車輛的時候呢 最常用到的轉速區域 所以說除了峰值之外 其實它在這個常用轉速區域之間呢 也可以有一個相當不錯的扭力提供 那麼它的這個馬力輸出 其實先前已經超越了 這個國產車之最的 這個Elantra Sport 那這台已經來到225匹 那麼它的變速箱 採用的是ISON的六速 手自排變速箱 懸吊系統呢 是前賣花層後扭力量 沒錯喔 它是前賣花層後扭力量 那大家不要再看到扭力量 又開始說 啊這個車的操控不行啊怎麼樣 沒關係 等一下會帶你來試試看 去感受一下這台車的操控喔 好 另外一個是比較特別的是 除了它的懸吊系統以外 剛剛有講嘛 前賣花層後扭力量之外 它的這個簡陣筒的設計呢 是使用這個 Build Steam的 就是背濕燈的這個簡陣筒 那強化了它的這個 車輛的這個運動特質 那麼現在我們從 來到車側 來看一下車側的部分 可以看到 首先可以看到這顆輪圈喔 這顆輪圈呢 是18吋的改裝輪圈 是原廠配給你的 是日本RAIS輪圈 然後 四輪碟煞的部分呢 前面是採用通風碟 後面呢 則是時心碟 那我們可以往上來看喔 這個葉子板的部分呢 這邊有一個 類碳纖維的飾板 那這個飾板上面還有燈號 這個是方向燈 後面呢有S5 GT的貼紙 不過這個貼紙 目前我們看到是 邊邊是有一點點剝落 所以品質上面可能就 稍微沒有那麼的牢靠 那可以看到後視鏡呢 是以一個亮黑的這個全黑的設計 可以看到的是說 後視鏡這邊還有一個這個 攝像頭 那左右兩邊都各有一個攝像頭喔 主要呢就是要強化它的這個車輛的環境 AR-View Plus 所提供的 好我們一路往後看喔 可以看到這個車頂的部分呢 它也是採用全黑的 有點像是夜色 很多車廠提供的這個夜色套件一樣 是全黑的 那沒有天窗的設計 不過台灣人是蠻喜歡天窗的 不知道為什麼納治也沒有 沒有特別為大家再提供一個 天窗的選配 OK我們一路可以滑到後面 來看一下車尾的設計 其實車尾設計呢 我們可以看到在這個車尾門的部分呢 有一個小小的突出的壓尾喔 這個是另外額外在裝 這個是原廠就給你額外再裝上去的 那這個部分呢是 主要是呢 其實真正有沒有這個空力效應 其實是不大啦 那主要是說這個造型來講 會讓事實上是車子的延伸 而且整體的一體性其實相當的好喔 沒有特別 不會特別的突出 那麼另外我們可以看到說這邊 有納治也的名牌 車尾門上面呢 也有看到這一個 左邊的車尾方有看到一個 貝斯登的這個 簡陣筒的一個名牌喔 這代表是說這台車呢 是有跟貝斯登合作 那右邊呢這邊呢 是有S5 GT25 就是這台車型的名牌 那我們再往下看喔 可以看到這個車尾呢 保桿下方呢 有一個雙出的這個排氣尾管 其實這個全部都是裝飾用的喔 裡面是實心的喔 實心的部分基本上都是假的 那真正的排氣管其實是在車尾的左後方 左下 左後的下方 那主要也是說要讓整台車子看起來 比較運動化 比較有運動感 那麼我們來看一下後箱空間喔 後箱開啟呢 不是在這個正中央 因為正中央這邊呢 下方也會有一個攝像頭 讓整個車子的環景 變得更完善 所以你要開啟尾門的話呢 是需要到摸手 手要摸到右側 右側這邊有個電磁閥 才能夠將後尾門打開 那很可惜喔 沒有電動尾門 所以這個開的時候 小心喔 一定要開到底 不然的話會掉下來 會砸到頭 那是很痛的喔 那尾箱的空間 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整體來講是相當的平整 而且容積相當的大喔 那主要呢 原廠提供的數據是 470公升 在正常使用下是470公升 那後座的椅背呢 還能做64分離的傾倒 來提升它的這個容量 不過缺點是 它的這個後座椅背的傾倒呢 會有一個比較明顯的高低差 所以在置物或取物的時候 要特別的在注意 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說 這個後尾箱的門檻 非常的深 所以你在提取重物 或是從裡面在取物的時候 這個點會稍微的不方便 不過整體來講 它的空間 我覺得算是非常的滿意 OK 那現在迅速的看完了一下 這個外觀 我們就到車內來看一下 S5 GT-225的內裝表現 OK 我們先來進到S5 GT-225的 這個駕駛艙裡面 可以發現說 這台車其實在這個 很多的細節 包括你看到這邊 這個冷氣的出風口 或是拍檔 坐這邊都會有一些紅色的飾板 那主要也是在提升它的這個 提升這台車的一個熱血的競技氛圍 那另外呢 比較引人注目的就是 這一個12吋的直立式的螢幕 這個直立式的螢幕呢 其實跟某一個車廠很像 那跟哪一個車廠很像 我就不多說 那其他的功能其實相當的豐富 那主要呢就是可以這個 有包括行車的AR影像 環車的AR影像 行車AR影像就是說 包括你在行駛的時候 撥動方向燈的話 螢幕呢會自動的切換到你的 左側鏡頭 如果打左方向燈的話 那如果切右側的話呢 它就會打到右側的鏡頭 那麼這個環車AR影像呢 主要呢是讓這個車輛 你在這個倒車路庫路邊停車的話 對於新手駕駛來講 是相當相當的方便喔 那所有的娛樂系統啊 通通都可以在這個螢幕上面 做觸控來做控制 那手機模式的話呢 你需要另外再下載 這個Luxian的這個APP 它這叫做Luxian Link 這個APP呢 下載完之後呢 才可以讓手機跟這個螢幕做結合 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說 在這個螢幕的下方 其實還有幾個快捷按鈕喔 主要是空調的按鈕 其實另外 如果說不透過這些按鈕 也可以另外用觸控的方式 去調整空調 就是中間這個按鈕 往上一撥就可以 有空調的這個選項出來 不論是風量啊 溫度啊 或是你要吹頭吹腳 都是沒有問題喔 那我們另外來看的話 就是這一幅方向盤喔 這幅三幅式的方向盤 其實它非常的簡約 除了左邊有定速裝置之外 它這個只有單純的定速 沒有所謂的跟車系統喔 那另外呢 右邊就是電話 跟這個音量鍵的大小聲 後面有一個還不錯用的 換檔撥片 雖然是塑膠質感喔 不過因為它面積很大 所以其實相當的舊手 那麼方向盤的調整呢 比較可惜的是 它只有上下調整 沒有前後喔 只能做上下的調整 這點是比較特別的 好 那另外可以看到說 這個中控座這邊 可以看到是手煞車 它手煞車是踩電子式的 手煞車設計 這一點其實我是覺得還不錯 畢竟有很多的車廠 現在才慢慢慢慢的 全部改成電子手煞車 缺點大概就知道 就是喜歡甩尾的人 或許就沒辦法享受到 那可以看到這個碳纖維的飾板 在中控座 以及這個左右的扶手 這邊這個碳纖維飾板 通通都是假的喔 這個不是業障重喔 而是你的這個預算不夠 畢竟這個八十幾萬的車 你要有配備到全碳 真正的碳纖維 那是不太可能的 不過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地方 是它的這個駐車燈呢 這個警示燈呢 是在這個中控扶手的下方 其實說真的 這就有點稍微有點不救手 尤其是如果你有東西放在這邊的話 其實是很擋 很擋不太容易去按擋 所以這個部分我是覺得有點怪怪的 那另外我們可以往後來看到說 這邊有個置物箱 置物箱打開裡面有一個杯架 杯架裡面呢 有一個12V的這個車充 那再往後看的話呢 則是一個這個中間的置物架 它主要是雙層的置物架 可以做那個物品的擺放 它的好處是呢 它的這個深度夠深 那裡面呢有一組USB 然後後面還有一個HDMI來做連接 接下來我們要看的是 它的這個座椅的部分 其實它這張座椅呢 其實令我非常的驚訝 尤其是一開始坐上去的時候 就覺得哇 這有家裡沙發的FU 除了可以看到說 這些是類脊皮的材質之外 有防滑的功能 它兩側的包覆其實是相當的舒服喔 那還有比較特別的是 納資傑它的這個車款 你可以看到它的這個頭枕的部分 連頭枕的包覆性都有顧慮到喔 不過這個是比較多餘啦 但是整體的這個發泡棉設定 我是覺得它是偏舒適 但是不會讓你會 會讓你有一點那種舒適過頭 其實還兼顧了一點點的支撐表現喔 那整體坐起來的感覺是相當不錯 那另外還有一個女王特飾版喔 那就是在副駕的位置上面 那那個座椅呢 又是更加的舒適 跟這個S5 GT25的版本 又是稍微不一樣 那可以分辨的話 就是在這邊會有一個 紅色的這個GT的名牌 OK 那我們現在就到後座 來看一下這個後座的空間表現 OK OK 我們看一下這個S5 GT25的 這個後座乘坐的表現 由於它的軸距達到了2720mm 所以其他的後座 整個車室的空間其實都非常好 尤其是前面已經到我標準坐姿 是在更寬鬆一點的情況之下 後座呢 這邊還有大概一個拳頭的距離 其實是相當的不錯 那中間這個隆起的面積也不會很大 而這邊呢 後座的這個座椅的發泡棉 其實跟前座是一模一樣的喔 並不會因為說有前座的比較好 而後座就比較coast down 沒有喔 前後座的這個座椅的發泡棉 其實都是相當柔軟舒適之外 你坐到底 快到底的時候 它的支撐性表現還是有的 那缺點大概就是這邊這個冷氣的出風口 沒有後座的冷氣出風口 這一點是比較可惜的 那可以看到這邊後座的 在這個副駕的後方 這個只有在副駕後方才有了一個 這個置物的掛鉤 那麼頭部的空間我們來看 其實它沒有天窗 加上它有一點類 一點點類Coupe的這個車身造型 所以頭部的空間壓迫感會稍微 就比較大一點點 OK那迅速的也看完了內裝 那我們現在就要來上路 實際的來感受一下S5 GT25它的超價表現 究竟是如何 走吧 其實在這個SUV當道的世代 房車Sedane這個選項 逐漸被大家給剔除 那要如何讓大家再願意入手這個房車呢 不外乎就是要將它的這個性能再提升 讓大家能夠感受到這個大馬力的操控樂趣 但是一昧的將這個引擎的動力提升 那這車注定是會失敗的 那必須去配合這個懸吊底盤 然後還有變速箱 這樣子才能夠滿足多樣的消費者 才能夠滿足他們 那麼以這台S5 GT25為例 其實我們在輕踩油門的時候 就可以感覺到它那顆引擎其實非常的躁動 像急於就像你展現出它的這個性能 那身材之後你會發現它的動力延伸其實相當的不錯 那我們以口語化一點點來講 就是它的氣很長 那在這個高轉的時候呢 並不會顯得沒有力 不會顯得說很拖 或是有些車子會比如說聲音很噪音很大 結果一點力都沒有 那在這個S5 GT25上面來講 的確是有這個200匹以上的實力 可以看得到說這個Lustron的確是沒有灌水 不過在巡航的時候你也可以感受到說 我們要超車再加速的時候 它的這個電速箱反應其實相當的迅速 也不會說像有一些車子 你油門踩到底之後還要頓著一個半秒 那車子才會有力才會推出去 在這一點上面我覺得納智傑這一次 在S5 GT25上面的調整算是相當的不錯 那這副方向盤呢其實是比較重手的喔 對於這個新手駕駛來說就沒有那麼友善 但是對於這個車輛操控的精準度呢 是有幫助的喔 那加上它用上了這個Belstein的Base燈的這個減震筒 其實呢可以發現說它的這個阻尼調整是比較硬朗的 那車輛回饋也比較直接 你可以從輪胎很明顯的感受到 輪胎穿上來的這個震動 那麼在側傾的抑制方面呢 S5 GT25它的車高其實是偏高一點喔 但是呢它在側傾上面的抑制呢 跟同級車相比呢我覺得它是有水準之上喔 但缺點就是呢你在這個重煞入彎的時候呢 會發現說它的這個轉向呢是稍微有點不足的 那會有一點推頭的現象 這個在車輛的協調方面呢 Locker這部分我覺得還是必須要再加強 那麼我們在一般道路行駛的時候呢 這個避震器遇到坑洞的時候呢 在一次的收縮之間呢 就能夠將車輛給吸附住 所以你幾乎感受不到第二次或是第三次的這個晃動 這個部分呢其實是相當的不錯喔 如果說一般駕駛體驗來講 它會有那種很運動化的感覺 那可以看得出來說這台車過過鹹水 在日本autopilot賽道上面 測試過果然是有差喔 但是這也造就了一個缺點 就是說在低速的時候 這台車的重手方向盤 比較運動化邏輯的這個變速箱 還有硬朗的阻尼回饋呢 舒適度上面都會稍微有一點打折扣 這點部分是比較可惜的 那你唯一可以做的呢 就是這個左下方這邊呢 有一個這個Eco的按鈕 按下去之後呢 會讓引擎的動力輸出呢 比較線性也比較順暢 OK 好啦 OK 我們試駕玩這個S5 GT25 其實可以發現說 它的引擎動力真的是有到水準 加上它的變速箱的這個邏輯搭配呢 其實是相當的不錯 不過在操控上或許就沒有那麼得人心 這點我覺得在調校上 是稍微跟同級車來講 會稍微吃虧一點 不過它的其它的空間機能的表現呢 其實是相當的不錯 那包括它還有這個AR View的環景 以及行車環景之類 以及side View 也就是說側邊的景象 都很方便 那缺點大概 就是說它的這個主動安全的部分 包括這個車色盲點 或者是說這個車道偏移等 或自動煞停這些東西 比較沒有配到這台車上面 是相較於競爭對手來講 會比較可惜的部分 那麼另外就是品質平管 還有後勤跟保養的部分呢 納字節如果在這個部分 如果再做加強的話 持續做強化 應該說每一個車廠都要持續做強化 那麼我相信 這台車的競爭力其實是不差的 尤其是你以這樣的售價 來買到這樣的動力等級 其實是相當的不錯 另外剛才有人問說 這台車0到100的加速 那官方實測是6.7秒 然後有人說想看100到200啊 不好意思 基本上在台北市區 沒有這麼長的道路 加上還有一些道路的速限的規範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這樣子測 那麼如果大家還有對這台車 有任何的問題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將會一一的再為大家做回覆 那麼也請大家要記得 訂閱T卡試車頻道的Youtube 那也要追蹤我們的粉絲團 那麼今天的試駕呢 就先到這邊為止 那麼也謝謝大家的收看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我們下次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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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